这边 小子 弄鬼吊猴的把戏 可逃不了命 没有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 死到临头 玩一把也不为过 慢着 都出来吧 你少于我故弄玄虚 来都来了 干脆点 非要等到我伤筋动骨 才敢现身啊 你小子 莫言 你不在管慧庄坐镇 好得是穷一些屁相坐镇 死人还这么多废话 好大的口气啊 兄弟们 一个不溜 来 来 也不给我留一个 你就别动手了 省得太血腥不好收拾 还得托你跟七帮主带个话 别再招惹云台了 你傀爷我一定带到 那倒不必了 留个全尸 老七次会明白 停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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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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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如此笃定 我在暗中跟着你啊 文聪死在白居镇 你尚且可以推脱 我一个清传弟子 要是死在南都城 你怎么跟门主他老人家见识 明知道有人跟踪 还进了广汇庄 让七巅峰对我起疑 小子 你可以 敢拿命做赌注 让我对草帮的人下杀手 这样我便在南置身室外 你既然那么不想抛头露面的话 那以后我在明 你在暗如何 你可知道 文聪为何落得这般下场 商海沉浮 本在寻常不过 这些年文聪的实力 早就难以难度商会抗衡 可是他不服气 非要荣光再现 商会掌握在文老手中 也就等同于掌握在云台手中 文老他不过是为门中效忠而已 南都商会为何不能由南都商人掌控 非得他文聪出头 你这番话 只怕是不和云台门归吧 小子 想跟我联手 还不能好言相谈 跟我耍门奴手段 莫怪我轻看了你 莫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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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姑娘近日收成如何 对不住 办砸了 怎么说 半点银子都没收到 换了这一堆废纸 这都是一些商户的 轻债凭据吧 你怎么丝毫不觉得意外 我要的就是这些 那你不早说 我 我如果开始呢 让你去讨债 你讨不到钱 肯定会多跑几家 如果我从一开始 就告诉你要 这些轻债的凭据 万一你偷懒耍滑子办 冷静了 我明白 下不为力 出去 好说 好说 快点 跟着 干吗 明日你最好换一身 得体的心头 你别生我气了 那个就当是补偿 你的小礼物好了